举世瞩目的港珠澳大桥主体桥梁工程今天贯通 随即开展的将是总面积达到70万平方米 这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桥面铺装作业 这座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一旦建成通车 将大大缩短从香港到珠海还有澳门的车程 近23公里长的港珠澳大桥主体桥梁工程 耗时4年半终于在今天贯通 整座大桥全长55公里 蜿蜒横跨珠江三角洲 除了主体桥梁之外 工程也包括人工岛 海底隧道 铁道跨境关卡 高架桥等 全部工程耗资约700亿人民币 大桥设计融合中国特色 桥上的巨型中国节别具风格 吸引目光 桥上另一个标志性的景观 是矗立桥上的百米高海豚钢塔 大桥还没竣工 一旦建成通车 将大大缩短香港 珠海和澳门三地的车程 日后从香港开车到珠海或澳门 只需要30分钟 现在则需要花上3个小时 大桥使用寿命预计可以达到120年 同全球其他桥梁相比 多出20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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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